17号的这一场闹剧 实在是台湾民主发展 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丑闻 确实是这样子 它让人觉得说 民进党的完全执政 实在让人觉得非常的感叹 因为所谓的民主进步四个字 完全被民进党自己给糟蹋掉了 我们看17号那一天的整个审查过程 就会知道说 民进党的这个做法 不仅是违背了法律上的 实质的这个程序正义之外呢 我们也必须讲说 民进党所展现给外界 尤其是在野阵营的 就是一副难堪的吃相 这种权力贪婪的这个吃相呢 难怪有台湾的媒体就批评说 吃铜吃铁吃台湾 你无所不吃 你甚至于连最基本的 对在野党的尊重都没有了 其实我们如果数人头 大家都心知肚明 民进党绝对可以安全过关 但是舍此不为 不给这个在野政党 任何意识讨论的空间 不让他们有任何的 这个实质审查的这个空间 你就居然强度观山横财入照 这样子的做法 难怪江启臣主席要如此痛批 难怪在野的小绿的政党时代力量 都要强力的批判 那民众党更不在话下 根本就质疑你这是一个非法的审查 请问你 这二十几个人是怎么样过关的 你这样子投票的过程当中 还出现了这种待人投票的弊端 这个弊端到今天为止 没有任何的交代 就当他是已经完成了 一个正式合法的程序吗 所以很多人讲说 陈菊以及其他的这二十几位的 这些监察的人选 今天谋混过关是极不体面 这样子的上任一点都不风光 而且留下了这种法律上的污点 事实上对于作为监察部门的 这一些委员们呢 他们心里面一定觉得是情何以堪 这一条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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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